金曲獎 年度歌曲獎 入圍的有 最佳作曲人獎 入圍的有 可遙呀 迪呀 迪呀 失去 得獎的是 恭喜 盧廣仲 耶 第二十九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盧廣仲成了開場最忙的音樂人 連續兩次上台領獎 是典禮上半場裡最要演的人氣王 可遙呀 迪呀 失來失去 失來失去 我對你失來失去 失來失去 這幾段我的打拼 加認真 往生為你 細細品味盧廣仲的虞亞 寫的盡視他對阿嬤的想念 歌詞淺白卻敏銳到位 演樂盧廣仲的創作 幾乎都是他的日常 你真的最要見我 哪怕是我的想法都能心悲 但將大學實習 盧廣仲參加學校的金韶獎 得到創作級獨唱冠軍 不過在這掌聲之前 盧廣仲因為這條音樂路 付出慘痛帶下 大學一年級上學期 就是發生一個嚴重車禍 我的腳被捲進去公車底下這樣 然後腳就斷了嘛 開放性骨折 所以那個時候我可以 我就可以不出門 我就盡量都待在宿舍 那待在宿舍 唯一可以做的休閒王宗 就是彈吉他 一天練九個小時 吉他開啟盧廣仲的音符事件 他的音樂偏向民謠路線 在繼金韶獎後 他又在政大的金權獎 獲得創作冠軍及最佳人契獎 三窮水晶 是你這毛病 我只問可不可不可不可以 再讓我重新 比賽敲響了名聲 更被王牌製作人中誠虎牽贊 他形容盧廣仲是 被公車輾過的音樂鬼才 這位鬼才超令淚 靠著早餐走風前台 好喝的早餐在這裡 在我們最熟悉的早餐店裡 如果你睡得多晚 睡得多晚 很準備永遠在這裡歡迎光明 對呀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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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再平常不過的早餐 竟然成了洗腦神曲 盧廣仲也很另類 走進全台早餐店 辦公室開唱宣傳 還搞怪模仿俄羅斯歌手Vitas 成為網紅 這位台南依娜 一步一腳印走出知名度 音樂也獲得大眾認同 以專輯一百種生活 獲得金曲新人獎 及最佳作曲人獎 我感謝爸媽媽媽 感謝我阿嬤 那小時候會一直唱歌給我聽 每當我背對星空 抱著地球 發現自己其實脆弱 不敢說 當我背對星空 不斷摸索 愛情漸漸塑 躲在不同 無邊的宇宙 哪有我想要的生活 好 一段時間 盧廣仲刮起Rocker旋風 不是白癡 不要有想要的 不要緊 怎麼會好 我自己平衡 好 要你 看我 好 好 欸 好 你 好 肯定 肯定 I want you want me I want you want me I want you want me I can't I can't I can't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忽然旋風在2013年消失 因為接到男藝人最擔心的 兵役問題 退伍後的盧廣仲寫歌卡關兩年 他突然有個創舉 決定靠走路找回自己 我覺得那時候是冬天 就覺得既然 寒流這麼多 不然我就去正希這樣 多希臉的空氣會讓我脫離 那種很笨的狀態 2015年 他走了四十三萬五千多步 從台北走到台南 邊走邊亂唱 重新找回唱歌的動力 今天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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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 自己隨時 盛開了眼 明天會美麗 今天過去 今天過去 等頭會過去 睜開了眼 明天會美麗 在出發的盧廣仲意外開啟戲劇大門 被導演曲友寧向重 接演花甲南海轉大人 我們經過幾次的表演訓練 我從第一堂課的表演訓練 覺得慘了 可能要換腳 到第二堂課 這是盧廣仲耶 到第三堂課說 天啊 怎麼那麼好 到第四堂課完全放心 然後就看他表演玩耍了 就是他那個進步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也會形容他說 我這一次真的找到一個 天生的喜劇奇才 你要做好了 你不要再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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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什麼都要說 你敢說 你就是一個騙主 你怎麼這麼不見笑 你真的這麼多人 人家都做嫁 你騙這麼多人 你不會容身不穩 你不怕有報應 他演感情戲的時候 你有點擔心說眼睛太小 會不會影響那個情緒的 專注跟投射力 但是你會發現 當他那個專注的看著阿嬤 或者是再講一段 很感性的話說 你完全被他帶進去 自然的表演方式 讓他成了國民長孫 跟戲有關的歌曲 自然變成全民國歌 某一天你離開了我的生命 謝謝你曾經是我的幾分之情 感覺你貼著我胸口呼吸 總給人憨憨大南海感覺的盧廣仲 經歷當兵演戲得獎的洗禮 內在世界成功轉大人 叫人更期待明天的盧廣仲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